苏毅 苏毅 抱歉 我不知道你要来 家里乱成这样 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同门兄弟 不必客气 哥 您歇着 我们自己招待自己 我刚到云河郡城 没想到才一年多没见 你竟成了这样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都过去了 你看 我现在手艺可好了 能供小燃去学堂不说 温饱也没问题 你呢 修为恢复了没有 身体还行吗 还好 修为上略有进展 苏哥不仅功力恢复了 前几天还夺得了龙门大笔冠军 现在可是广陵城首席剑袖 真的 这可真值得开心 得好好为你清贺一下 是年云桥 惊虎 还是霍龙 哥 我回来了 有客人 小燃啊 这就是我之前的同门兄弟 苏毅 还有这位 我是跟着苏哥的小弟 黄千俊 见过风哥 小燃没 家里简陋 还请二位不要嫌弃这粗茶 小燃啊 你去把那蓝布包里的那些铜钱拿出来 买点酒菜回来招待我兄弟 风哥 咱们相见恨晚 您不让我掏钱 就是瞧不起我 皇上有钱 随他去 哥 行 都是兄弟 不讲这些虚的 咱们今天 也沾沾好兄弟的光 小燃妹妹 麻烦你带路了 才两年不见 小燃已经出落得如此大方了 是啊 两年时间 弹指一回 那时候 咱们还教他背诗呢 小枫 没事 我只是高兴 为你终于出人头地而高兴 我此次前来 先要移好你的腿 然后 再去让那些欺压你的人付出代价 万万不可 兄弟 那些人身世显赫 云河俊城又是他们的地盘 你这好不容易挣来的大好前场 可别因为我一个废人义气用事啊 废人 若非你当初为我出头 我恐怕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废人了 大周历四百九十六年秋 那年我十四岁 刚进入清河剑府修行两个月 那天 我领取了三瓶丹药和十颗灵石 不料被金虎带人围堵 逼迫我交出手中的丹药和灵石 我想跑 竟然被他们逮住 围殴了一顿 有很多外门弟子都看到了 却忌惮于金虎他们的兄弟 没有一人敢上前救我 只有你这小子不怕死 一个人傻乎乎冲出来 结果却被金虎他们也揍了一个 受的伤逼我不住 害得我缓过劲时 还得把你背回去 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 若非有你 在那些白眼 讽刺 挖苦与刁难之下 我怕是根本坚持不下来 紫妍 过重了 我成了外门剑手之后 本想再努力进入内门 好把你也拉进去 远离那些人杖 却不料一场变故 我成了清河剑府企图 沦为坠续 还好你现在前途无量 那些事都过去了 过不去 我苏毅向来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既然你不说 我自会查个水落石出 苏哥 苏哥 不好了苏哥 怎么了 出门后 我怕二位久等 就把钱一分 他去买菜 我去买酒 结果我买完酒出来 就看到小人们 被两个家伙给绑了 苏哥 太小了 好 太干准了吧 怎么那么多了 好 一群 那边 这边 的人 尖耐 这边 这边 欢迎 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